哈喽,小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玩具时间了 今天小乐姐姐要带大家拆开几个好玩的玩具盒子 第一个玩具盒子是小猪佩奇的自行车玩具 这个是我们的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的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 这个呢,是我们的小羊苏西 苏西的头上也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 这个呀,就是他们两个的自行车 自行车前边有一个黄色的篮子 我们先让小猪佩奇上车 还有小羊苏西也要上车哦 我们让他们俩骑自行车出去玩耍吧 接着我们再来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这还是我们的小猪佩奇 佩奇的右手拿着一口小锅 这个呢,是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 乔治穿着他最喜欢的恐龙娃娃的衣服 这个是一辆雪糕车 小猪佩奇要推着这辆雪糕车出去卖雪糕 我们再来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这又是我们的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穿着一条围裙 他的右手还拿着一只画笔 估计是要去画画呢 这里边还有我们的小狗丹尼 丹尼穿着一件紫色的衣服 这是一个画板 我们让小猪佩奇开始画画吧 小朋友们,这是我画的画 你们喜欢吗 小狗丹尼说他好喜欢这个画 他要把画板给带回家去 我看起来